好 一芬姐 妳快要六十大關了 所以妳對於妳退休金的準備 妳現在有什麼樣的規劃 好 因為剛剛尤其聽到 慶怡一開場講的那個金額 我就知道 我暫時應該到老都不能退休 我目前保險只有勞保 對 然後如果說 妳沒有商業保險那些 對 就是都沒有 其實以前都有一些保險 不過因為後來先生 公司的問題 所以我以前有很多的保單 就都拿去做保單接款 所以現在就是 那些保險就是目前都沒有 所以只剩下勞保 那我就想說 好像聽講就是六十歲 我就可以改成月齡 只是說要打八折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 所以如果孩子 不靠孩子的情況下 我是暫時想說 我起碼還有一個勞保 可以讓我 對 可是最好是不要退休了 所以目前妳跟老公的 退休金準 準備去靠勞保這一筆 沒有做其他投資 我們目前都還在這個 處於理債 不是理財的這個狀態 還在理債 對 我自己想了一下 我如果一個月有兩三萬 其實我是可以過得很開心 因為政府有一些長照 就是對老人的福利 其實是做得很好的 比方說像敬勞卡 就是妳什麼搭高鐵 搭這個飛機 國內的都可以半價 看電影半價 然後又每個月搭公車 搭捷運都不用錢 然後最重要的是 大家可以拿著健保卡 然後就到這些關懷據點去學 妳不管學唱歌 學畫畫 對 不用錢嗎 妳就刷健保卡就可以 可能就支付一些 很微薄的長地清潔費 然後有的時候還有共餐 那媽媽也是 媽媽現在在社區 他們都有這種所謂的會館 就是妳唱KTV 然後什麼健身房 泡溫泉 都是刷這個社區的持扣就好 媽媽沒有什麼花費 以前我們覺得孝順 應該就是買一些好的東西 給媽媽 其實後來發現 我如果買了 我會被媽媽罵到 就是可能很久很久 可是媽媽一直有一個願望 我覺得對於退休的人 我們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想一下 我們到底有哪些事情 還沒有做 但其實趁著我們 還很健康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去做 那我媽媽就是 她很喜歡唱歌 她一直就很希望有一天 可以站上舞台 我後來覺得 媽媽妳那個願望 其實是很容易達成的 那我媽媽很愛唱王昭君 有一次她就說 我如果有一天 在台下唱王昭君 那不知道有多少 我說很簡單 妳現在 我就馬上去西門町 幫她租一件王昭君的衣服 然後利用就是 據典的成果發表會 那因為還是要有觀眾 就讓媽媽站上舞台 扮演王昭君 然後這個王昭君不是我 是我媽 一個快八十歲的王昭君 然後旁邊那個馬夫就是我 其實這個對 媽媽一定超開心的 媽媽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現在又可以 把它放在網路上面 對 就是其實對於 我覺得那個幸福感 真的 就是可能我的朋友 他可以花十幾萬塊 二十萬去做那個 阿聯酋是不是 就是去杜拜的那個飛機商務艙 他覺得開心 可是有的時候他做那個 花了這麼多錢 他也是會有不開心的 就是可能跟了不對的人 或者是遇到什麼 那像我們的話 其實我們全家人 可能去一個很簡單 然後很近的地方 可是我們仍然覺得很幸福 就是全家人可以一起去 就是那個開心的程度 其實是有的啦 當然當然 不用花那麼多錢 家人在一起幸福快樂 還可以一起上台 多幸福無價的 是是是 很棒 你曾經想開早餐店嗎 還去打工 想學一學 我覺得創業 對很多人來說 他的滿足感是在於 我是一個老闆 那因為我們自己有經歷過 所以我覺得 像孩子們偶爾會提說 我們以後要不要開早餐店 什麼就類似 所以那時候 我就是在疫情的時候 我也曾經去我們家附近的 那個就是漢堡店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水餃店 我就都去做 我想說以後 如果你們創業 媽媽一定是你們最大的資助 那媽媽先去做一下 所以我不管廚房的 前面的 我通通都做 那因為自己的年紀跟體力 我其實才做三四個小時 我就知道真的很辛苦 有一次呢 通常那種賣早餐 你一定要很早很早就起來 可是很多年輕人起不來 那我就想說 好 那年輕人 因為我們要排班 我就說 他們都叫我阿姨 因為那時候都戴口罩 我說那阿姨來 就是清晨四五點我就去 那因為做漢堡 你就要先洗菜 那我想說 第一次我答應要去 那我怕等一下會 就是有點想睡覺 那麼早起來 我說不然 聽說就是反正 這個漢堡店的咖啡 是很有名的 我說那我就先喝一杯咖啡 然後等一下就會很有精神的 來幫他們洗菜 不喝還好 這咖啡一喝下去 我就開始強烈的心計 然後就跟我們那個店長 店長其實也是一個小女孩 我就跟她講說 阿姨現在要馬上回家 她說阿姨怎麼了 其實我是好心要幫他們 我說我覺得阿姨 下一刻會昏倒 你不要問我 阿姨需要我幫忙嗎 我說你只要讓我回去就好 那阿姨你回去好 我說可是等一下菜怎麼辦 阿姨你不用擔心我來 你知道那個店長 其實早餐已經沒什麼人 願意排班 然後她還要照顧我 還要自己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不容易 現在如果孩子在跟我講什麼 開早餐店或什麼 我都說 你們先去做看看 如果你們做六個月 你們還是每天眼睛張開 都帶著熱情想要去做 那你們就可以創業 真的真的 實際做做看再說 對 要從最基層的做起 疫情的時候 你們全家一起賣水果 對啊 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以前我今天其實是 是做廣告 開廣告公司 那那時候我們遇到一個牧師 他說他的朋友 在那個冰江市場 有在批發水果 他說你們要不要去賣水果 因為我們現在的狀況是 每個月一定要工作 然後才能夠 房子目前是租的 租房 我就說不太可能 我先生連另一個公事包都嫌重 他不可能去賣水果 可是我的那三個兒子就說 爸爸 如果目前只有這條路 你要不要試試看 那我們知道你體力有問題 我們三個來幫你 對 那可是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賣水果 然後孩子們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因為 我的孩子都喜歡表演 有的喜歡唱歌 有的喜歡創作饒舌 然後有的喜歡拍影片什麼 他說不然我們 爸爸我們就拍一些影片 然後放在媽媽的臉書 因為你臉書都沒什麼朋友 要放媽媽的臉書 對 結果你知道 他們就真的拍了一系列 就因為每一次賣的水果都不一樣 有時候賣蘋果 有時候賣梨子 有時候賣那個青菜啊什麼的 然後就大概都一分鐘而已 兩種蔬菜配上一耳機來 嗚 還有紅金與米罐 不用出門買菜在家也能有菜 聽到我現在我都像Shotina 200公斤低管野菜 還有金針菜 白蘿胡蘿蕃茄洋送這些我都愛 三兄弟到外上放棄我們都會在 三兄弟的感情大家都是學不來 Shotina 我們做的事情不用先相安 Shotina 記得開鈴聲會同時你兩蔬菜 真的 看我剛剛在找手機 我想下訂單去哪裡下訂單 很有創意啊 對 我們那時候就是 就是拍了一系列 就是不同的水果 那我們清晨就會去那個市場 就是批發回來 然後我們就要做整理 就是一箱一箱 然後小孩子就去送 送這個外送這樣子 對 就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講 很多事情都是我們不想遇到的 可是真的遇到 你回想起來 或許神要給一個禮物 就是要讓我們去經歷一些事情 而全家人感情更好 對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真的超好的 你知道都很團結 因為後來弟弟他們還是持續的 雖然我們後來就沒有賣水果 他們還是持續的在做外送 然後我那個幾乎三個都愛做 那我老大那時候就是Food Panda 他們有要選一個那個 就是桌粒 帥氣外送員 因為他只是為了說他去選的話 選上有一萬塊 那通常他們在拍的時候 企劃都會問每一個 就是選上的人 就是說你們平常不外送 你們在做什麼 其實我三個孩子通常都 對外的時候都很有自信 就是說我們不做外送的時候 我們是歌手 結果他們企劃真的有去 他們的IG聽 發現他們真的還可以 然後就試著讓他們說 那你要不要幫我們做一個主題歌 然後後來真的也被錄用 而且這首歌那時候還 幫他們拍了MV 然後又請了他們很喜歡的 饒舌界的大志老師 當裡面的演員 就是說對孩子來講 也對我們來講 從來都沒有想過 所以其實現在回想起來 我們都覺得 是非常難忘的經驗 真的 我覺得全家一條心 是最難得的禮物 從爸爸媽媽開始 他們自己賺到錢 還賺到拍MV的機會 數字的問題 我們來問一下專家 憲哥 因為他們還在理債 他們有存款 那他剛剛覺得靠勞保 這個兩三萬他可以滿足 但是當然人生中 可能會有些意外 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那你說你以後退休 有兩萬五到三萬塊 其實在如果自己 有一個房子的話 是應該沒有問題的 說什麼要到這個一千八百萬 他是用三十年 每個月五萬 那假設一千八百萬的話 兩個夫妻要三千六百萬 臺灣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人 是沒辦法達到 那這些人就做到死 都不肯退休了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們就說每個月 如果有一支的進來 有那種被動的資金進來 還是說你有斜缸的資金進來 就是說我們灰就是要吃漏水 火要吃漏水 人要再吹水 我們的家庭要有資金的多水 資金活水 永遠不絕的話 根本就不用那麼多錢 那你如果說能夠慢慢地把再理清 你就有盈餘了嘛 那就開始存錢 錢滾錢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但這需要時間 那最主要你很滿足 知子常樂 你說我可以一碗麵 就可以解決了 像我今天到今天 我才花四十塊而已 我也可以很滿足 對不對 我覺得快樂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退休之後 你的心情永遠保持快樂的話 不只活到一百二十歲 活到一百五都有可能 我不要活那麼久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